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在深圳的大分地铁站这边 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深圳最大的油画村 也是中国第一油画村,大分村 我现在还没有到,在半路上就看到有人提画了 由此可见,到里面买油画的人一定非常多 路上随便都能看到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油画生产基地 每年都有大量的油画出口到国外 这里的油画非常受欧美市场的欢迎,所以大量出口 早在2017年的时候,总产值就达到41.5亿人民币 到现在都好几年过去了,产值肯定更多了 这个只有0.4平方公里的村,在深圳市龙岗区这边 原住居民300多人 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画商 这个画商他叫黄江,他来到大分这边 到这边以后他就开始招募学生 还有招募画工进行油画的创作 淋没收集和批量转销 大分村的油画这个产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后面政府又开始对这边的环境进行升级 进行优化,并且加大宣传力度 使得这边的油画变得越来越出名 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所以会有更多的创作者来到这边创作 相关的画廊,相关的门店变得越来越多了 现在已经达到1000家以上了 相关的从业人员肯定也是上万级别的了 这么多从业人员,所以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很多不会绘画的,他们也来到这边体验一下 可以学着画,有老师带着你 画完以后还可以把画带走 所以巷子里面有这么多人绘画 这是一幅画,大家看一下 这是样板画,非常的漂亮 有很多是已经画好了的 不同的尺寸,不同的价格 但是已经是特价了 这边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完善的 有那些卖画框的,有卖笔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店卖的就是那些画纸 看得非常像,真的是太厉害了 很多在店里面画的都是客户的订单 当然,很多店铺也是招收一些新的学员 这些新的学员他们过来这边体验 交一点钱就可以自己绘画了 这边有两位画工 他们正在忙碌地完成客户的订单 一边认真地看着手机里面的样板 一边认真地绘画 这是他们绘画用到的一些工具 还有很多原料 其实每一幅画都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它要用到不同颜色的原料 要花很多时间去调料 要用到不同的工具 画好以后,后面还有很多的工具 你要精修啊,要弄画框啊之类的 如果你要花到国外的话 后面的工具就更多了 所以每一幅画都要花很多的人力 很多的物力的 所以它的价钱也会相对的高一些 这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 有付出就有回报 特别是有些老板他接到很大的单 那么他就会非常的忙碌了 大家看了我的视频以后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上油画 有没有想买一幅油画的冲动 好,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次,拜拜